赶赶来不用怕 直接剪掉 接去neutral 接去earth 哈喽大家好 之前我有发过一个 视频关于 中国标准的插头 把它换去马来西亚标准的插头 OK 今天我要修改一下这个方案 因为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要给你们知道一下 不然会发生意外 OK 我们先看一下中国 电压跟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压有什么差别 因为中国大陆是用220 的电压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的 是用220到 240之间的电压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给你们知道一下你们可以放心 接下来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要给你们知道 哪一些插头可以换 和哪一些插头是不可以直接换的 OK 比如说你们看到这种黑色的 黑色的这种大大力的这种的插头的是 不可以换的 记住 是不可以换 下面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不可以 OK 这种的大大黑黑的 这种也是 是不可以换的 你们是不可以直接把它切掉然后把它换掉了 换到普通的插头 也是不可以直接插头 不可以的 OK OK 接下来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种大大黑黑的 为什么不可以 OK 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ac to dc的adapter ac跟dc如果跟你们解释的话就要解释很久 所以我就直接给你们看这种 总之你们看到这种黑色的 你们要多注意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input 它有240V的电压 然后它还有output 还有output output呢它是9V 所以呢 它这个uptactor会把它 会把240的电压转去变成9V 它会把它转去变成9V 所以如果你们把这个 这个插头 切掉 然后换去 普通的那个插头的话 所以你们 就直接把240的 的那个电压 直接输输进那个电器 所以电器会 会坏掉 所以非常非常要小心 所以你们看到这种 总之你们看到这种黑色的大大力的 插头呢 都千万不可以 把它 换掉 如果你们觉得很不方便 如果你们要把它真的要把它换掉的话 你们可以去 去 电器店买这种 买这种的那个updactor 你就跟老板说 AC to DC的updactor 然后 我把这个做 这个 200 它输出是9V 所以你们就可以把它 这里的输出把它调去9V OK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那反正是多功能的 那个头是可以差距我们的电器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这个input 他也是220 220的V 然后output呢 是可以调的 这边有9V 那有6V 有7.5 有12V DC OK 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调到9V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还有一个方案呢 就是你们可以去淘宝 买这种的插座 这种插座不管你是 中国标准的还是马来西亚标准的英式标准的都可以用 你们就可以 价钱也不贵才16块9毛 人民币 你们可以去淘宝 收这个字号英式 多功能 插座 那就可以看到这种 这种的插 插座出来 接下来呢 就说什么插头是可以换的 给 像这种 普通的 普通差不多你们可以直接切掉就可以把它换掉 通常呢他这边的会表 多少240V 然后10A 他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电压好 他没有说input跟output 这种的呢 你们就可以直接换掉 这种的也是 可以直接把它切掉 你可以看到他这里有写 2250V 然后10A 他没有input跟output 这种呢就可以直接把它切掉 然后换掉 其实呢 在换的过程呢是非常的简单很容易 OK 所以我们要用的道具就是用这两个道具 一把螺丝刀和一把 剪电电线的一把 剪刀 OK 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先把 这个中国的标准的 插头 剪掉 要赶赶来不用怕 直接 剪掉 OK 所以 剪掉之后 我们就 把它掰开 OK 掰开 所以里面有三条电线 蓝色 青色 跟这个咖啡色 OK 这样子要量一下 OK OK 我们先把电线的皮剥开 先把地线 那个 EARF 切进去 切线 OK 然后蓝色呢 是 接去 Neutral Neutral N 然后就是最后就是火线 那个 这条咖啡色火线 就把它接去 Live L 我这个就立着按下去 给让大家看一下 青色 接去这个 EARF OK 然后蓝色 接去 N Neutral 然后 咖啡色 接去火线 L 这里 L OK 这样就好了 OK 然后盖起来 把它锁上 所以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把这个插头试一下 OK OK 其实呢 你跟着我的步骤 把中国标准的插头呢 换去 马来西亚的 标准的插头呢 其实是不难的 非常的简单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中国标准的插头 丢掉吧 下一次 再教大家如何换那个 操作吧 OK bye